東華人的回憶來到了第三集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廟口紅茶 蛋餅很嫩 紅茶喝起來有三種程式 那這邊還有在賣台灣版的馬卡龍喔 而他們的飲料呢 是從樓上這樣下來的喔 有沒有看到他是這樣裝紅茶的 我一度懷疑COSCO是超他們的 COSCO也是把錢放到圓館 然後就被吸到樓上去了 我只點了紅茶跟蛋餅 可惜我沒位了 不然我還是會點花生湯喔 接著呢我們又吃了正當冰淇淋 這邊可是真材實料的冰淇淋 如果你是貓咪的愛好者的話 你也可以過來吃東西看貓咪喔 然後就在自學街的小巷呢 有著9803咖啡 那這邊呢基本上就是大家讀書啊 或者悠閒很悠閒的一個小地方 而這間呢是之前我還記得他是由中文系經營的 但其實我不太清楚現在換誰來經營了 他的廁所的海報呢 依舊沒有變 那想知道是什麼海報嗎 你自己去看看囉 有些科系呢比較假掰 然後是來討論報告 但是我是來9803 討論如何夜宿圖書館啦 拍謝喔